我叫吴晨如,14岁 跟爸爸分期付款,借了15万 一个月内坐了200趟高铁 常常5点半出门 也找到耶鲁大学物理课程 还学写了手机程式 虽然很累,但我想要知道 地层下线对高铁的影响 因为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找答案 我Google老师的名字 意外发现测量震动的方法 自己设计了一个架子 12点了,12点 10公文,我尽量配合你啦 年轻人嘛,要加油嘛,对啊 虽然是坐高铁 但我都没坐在位置上 为了得到最多数据 每天5点半出门,瘦了6公斤 妈妈舍不得,但我很坚持 常赶车,也常没赶上 台中天气 意外认识很多新朋友 也遇上了意外 也意外发现手机可以侦测震动 我开始学习手机程式 可是有数据了 不会算,分析不出来 我找到耶鲁大学物理课程 到台大学复利业分析 那么坚持就只因为好奇 妈,我出门咯 国际科学展览会二等奖 南山中学吴诚如 虽然我穿西装 但我年纪最小 只有我是国中生 孤同学的专题的构想 是非常有创意的 很生活化 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每个人都没去做 好玩啊 我没想到他搜寻那么好玩 对啊 找到答案的爽度很高 很爽 那让他们自己去找 那你找到就是你自己的吗 我会继续搜寻 发掘其他好玩的研究主题 进入